第十月 无双 无双没能控制出大明珠群 反而被剑被控制了 十二病飞剑中 无双城 百年退堂 终于出了一名剑仙 前辈过脚了 去 飞剑术确实是一门绝妙剑术 但作为一名剑客 若手中没有真正握住一笔剑 终究还是会差了几分佛 你若将你师父的断水剑借来 或许能坚持得更久些 握在手里的剑 我也是有的 他们人出去 他这是做什么 大明珠雀和那十二股飞剑 都是鬼剑师打造的 需要一血为养 所以大明珠雀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魔剑 果然是把好剑 杀了这个无双 我要这把剑 走啊 无双 无双没能控制出大明珠雀 反而被剑给控制了 我无双 怎么可能被柄剑控制 骆先生 如何 好剑 值得我出剑 你们看陆信扬 这是国伤剑 为什么我看他出剑 有些难过 国伤之剑 凄两剑之罪 骆青阳最强剑法 何为国伤 战场之上 无勇而死者 照例不能炼以关救 葬入沐浴 也都是被称为 伤的无处之鬼 你们知道 骆青阳为什么会选择 穆良城吗 昔日的穆良城 作为西面雄关 曾用十万大军 服侍此地 他们的国家打了败仗 仓皇离去 只剩下那些战死的将士们 曝师荒野 无人收敛 直到百年之后 化为尘土 此之伤 变为国伤 何之剑凉 能抵国之剑凉 这便是传说中的剑势吗 那我便斩九哥 火七流 Pon 篮 岂输 由你这样的弟子 是他們的榮幸 前輩之間 不似人間之間 晚輩大開眼界 他們倆 這是戰品啊 終究還是敗了 終究還是敗了